在VBA裡面的部分 可能Format的部分就不用像python這樣來完整 所以改的方法第一個當然 我們首先輸入 就是利用Excel來輸入 身高 體重 然後直接輸入到這裡 這兩個輸入 輸入完之後再帶到程式裡面來 運算得到結果 幫我把 BMI 跟評語 直接做輸出 一個這兩個輸入到這邊 這邊輸出 當然我們那個程式還沒 還沒寫 所以如果你要寫這個程式的話 直接就在這邊打一個什麼sub 所以以後 只要你已經有寫一個模組的話 那你就直接打一個bmi Enter sub 空一個bmi Enter 那程式部分的話 邏輯跟 這個剛剛的程式差不多 一個h h h等於什麼 你就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所以我先把這邊先輸入 比如說180 這邊是69 OK 我先輸入 輸出的話就輸出到這邊好了 OK 所以 我們h等於什麼 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所以這邊的資料如何取得呢 我用range range的哪一個出生格呢 我的b1 從b1裡面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然後w的話等於什麼 等於range的那個 應該是b2 所以把這個w 帶過來 把它 改成b2 然後 但是因為h 必須要除以 除以100 OK OK 那跟各位講一下 在vba 我是覺得它比較 簡化一些些 因為就是它 轉型的部分 沒有像python那麼嚴格 也就是說你沒有轉型 在vba裡面 它會自己幫你轉 程式不會有bug OK 所以你會發現 vba這個地方稍微可以 簡化一點點 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bmi的結果算出來 bmi 等於什麼呢 一樣嘛 就是體重 除以 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平方 特別是在那個 python是乘乘2 可是在vba裡面 它是 把乘乘改成什麼 一個shift加6 就是一個向上 箭頭符號這個 這個符號表示 就是 幾次方後面加個2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公式 給帶出來 那底下一樣 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一樣你們將來就是 判斷完的結果 再把它丟到 這個地方 bmi 所以bmi這個 所以其實 甚至你跟這個前面 甚至你 不需要加一個bmi變數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計算結果怎麼樣 直接丟到這裡 這個叫什麼 b3 直接把計算結果丟到b3就可以了 他就會幫我把 這個的計算結果 丟到b3 那 當然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第幾位 其實在 Excel裡面有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的嘛 直接在這邊設定小數點位數 那就不用formate了 如果你是直接配合 Excel來做的話 那至於評語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底下 可以再寫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 我拿上面這個來改 比較快一點 這個這個的話 直接複製這個邏輯 貼過來 那一樣 這個if什麼 if 好像似乎在丟給 一個變 會比較簡化 我們剛剛是寫這樣直接輸出 不過呢 如果你將來 這邊 奪輯判斷 都放這個 物件在這前面的話 層次好像似乎比較冗長 所以一般來說 乾脆把這個簡化一下 把這邊 這個前面還是用bmi 然後 再把這邊改成 不過可能要小心 小心什麼 因為我們的 sub名稱也已經叫bmi了 所以如果你這個變數名稱又叫bmi 會出問題 所以乾脆 改成b好了 OK 名稱簡化一下 乾脆叫a好了算了 因為底下都是a a好了 然後把這個a的結果 再丟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 底下部分的話 再做一些 邏輯上的判斷 就是把它改 改寫成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如果 a小於18.5的話 就過輕 過輕的話 你就把這個結果 把它 直接print 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假設 a如果是 小於18.5 然後呢 我們就 再把這個結果輸出什麼 輸出 b到b4 Rangeb4裡面的話 等於什麼 就直接輸出什麼 過輕 OK 其他 邏輯 差不多這樣的方式 分別怎麼樣 就把這個 在lif 一直在推 一樣就把這個結果 分別呢 再輸出 分別就標準 然後過重 等等的 一個一個 就可以把結果填到 b3跟b4裡面 OK 至於那個細節部分 我想請各位 這個 回去的話 可以再試著把 這個部分 再把它改寫 OK 那稍微等於是 可以的話 兩邊 Python跟VBA 兩者之間也都可以 熟練 那當然以後 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去選擇你要用哪一個工具 去解決 解決問題 OK 好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 試著把 VBA BMI改寫成 這個VBA部分 試著後面把它完成 那 大體上 這個邏輯判斷 我們就先 講到 這裡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 再進 再進一步 來看一下有關回圈敘述 所以待會呢 如果 把這一題完成之後的話 請各位再開啟第三個單元 回圈資料結構 與置力函數部分 那後面的話呢我們就會使用到那個 4回圈 跟那個 壞回圈 去解決那個同步發生的 這個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 這個 VBA部分 可以試著把它寫去看 OK